妳看這些農特產妳覺得怎麼樣 很棒啊 很棒 這個南投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農場的地方 中六離開台北 總統跑到南投埔里驗陽天 農產市集逛逛看看 身邊跟著蔡培會一路講解在地 就連到了智慈場 總統都讓蔡培會優先開獎 難道選區常年藍大於綠 但民進黨搶進二零二二 蔡培會接掌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執行長 沈根知道哪裡最需要中央幫忙 至於媒體目光就靠總統帶過來 七月才來 年底說來就來 小英總統口中的有始有終 就是二零二二收復南投 儘管南投長期藍大於綠 但這次藍贏雙輸 馬文君 許淑華都有意願 還沒出選 廝殺激烈 這一次我們南投縣草屯垃圾山的 這個燒出很大的問題 會開活動受訪 雙輸站在一起 誰都無法獨佔版面 馬文君是資深立委 許淑華被藍營稱作神力女超人 雙輸跑不通啊 誰也不讓誰 才陪會此時夾縫中突圍 他來到埔里 來到南投 就是希望南投未來有最優秀的人 能夠超前部署 帶領南投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台灣最內陸的縣市 籌備2022年縣市長選舉 藍的廝殺 綠的聲歌 藍的女力大爆發 三天新聞尤家瑋 陳佳文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